我们来制作BPI-M2的安卓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Image 请你到云端硬碟中 把这个安卓的Image 500多Mbps下载下来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 烧录的程式 它叫做 PHONEIX CARD这个烧录程式 那这边有给你一个下载点 这个是我用过 感觉上还可以还不错的 你下载下来之后 在Windows底下 那我们把SD卡插进来 这个是Image档 这个是我下载的ZIP档 解压缩后 在这里 在这里 把随声碟进来之后 SD卡8G的 8G的 那因为我这个做过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磁碟机 非常的乱 非常的乱 那建议 重新做过 就是把这边的分割区删掉 让它变成一个 让它变成一个 都让它变成一个 然后 然后简单磁碟机做做完 这是一个8G的 SD卡 所以它是7点多 算出来是7点多G 下一步 下一步 就1好了 做完 做完 完成 那这一个水声碟 就会挂在1尺碟机 这1尺碟机就出来了 在1尺碟机 那我们执行 这一个 用最高管理权限 系统管理员身份来执行 这一个档也还蛮容易处理的 第1个 撕碟机是哪一个 1嘛 刚才我们做的是1 再来ImageFile 是在哪里 我在文件底下的这个档 开启 再来选择Startup 就这一个 然后 它靠着你 然后开始烧录 那它还是会把你的 SD卡重新格式化 因为它要键分割区 那安卓的分割区是真的比较奇怪 刚才你看到很多个分割区 而且是 一般的用 一般的读词区的程式去读 它会直接告诉你 它是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词区 然后是重叠的 词区 这是很奇怪的地方 那我们也只能按照它的方式来去运作 如果你把这个磁碟机修正了以后 它反而会不能开机 那目前在做 boot的做完了 那现在在 写资料 写资料库 把我们的那个 属于 APP的部分 它慢慢会把它写入 那因为这是SD卡 所以 它的写入速度并不会太快 那你需要一小段的时间等待它 它 执行 写完 那因为它档案也没有很大 就是500多Mb 写到8G里面去 所以一般来说 10分钟以内 会可以写完 那 在这个部分 你要有一点耐心 你不要想说 奇怪好像都不动了 然后 这一条也没有在跑 这边也没有 文字在 在显示 那你要看的是 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磁碟机 有没有在 有没有在 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开启 截取装置 我的webcam 看到我这个 读卡机 蓝灯一直在闪 有没有这里 那表示它还在写资料 还在 现在没闪了 结束了有没有 这一条也跑完了 所以刚才那个画面的地方 你稍微要有耐心 等一下 写完这一张 SD卡就可以 来做 安卓的开机了 安卓的开机了 我们不再看机了 再看机器 优优独播